来看一位老先生 原本好心的是看到一个在街上 已经这个最趴的将来大吉男子 怎么摇都摇不行 赶快拿水浇醒他 却被男子认为说是在剥尿 气得把对方揍一顿 到今早七点 黄姓男子到早餐店买早餐 发现一名外国人醉倒在路边 怎么也叫不醒 担心发生意外 跟早餐店要了水杯 朝他脸上浇下去 不叫醒还好 外国男子一醒来 就追着老翁狂打 还将他推倒在地上 不断用脚狂踹 打得他全身是伤 四个一天 黄姓男子左眼还是明显浮肿 手桌上还贴着绷带 原本好心帮忙 却换了一阵毒打 只是为何当下不报警处理 警校来自单位资言 这种人看多了 动手打人的外国人 叫Michael从加拿大来台湾 从事英语教学的工作 事后相当的后悔 因为自己能够多思考两秒钟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只是喝醉酒 动手打人被送伴 也让自己吃上官司 最后新闻 陈柏晨 吴迪瑞 SNG小组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